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於當地時間9月8日晚間辭世 享其瘦96歲 在位時間超過70年 是英國王室中 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而英國王室成員的一舉一動 都是傳媒焦點 根據英媒報導 下列關於英國王室成員的禁令 何者錯誤 A 有兩個是對的 選出那個錯的 3 2 1 舉牌 好的 1 2 3 請亮答案 來 逸欣為什麼說是B 不能有個人的社交平台 我其實不太確定 就是我覺得不能玩大富翁 好像也可以 就是也錯誤 但是我是覺得 現在那個科技這麼發達 就是如果她想要跟民眾之間 有一些互動或是交流 或是表示說 她很關切她的民眾的話 應該是可以有個人的社交平台 互動才能 妳 語心呢 選C啊 我覺得最不可能的就是B 因為就是她會 如果你在社交平台太多發文的話 你私生活不就大家都知道了嗎 對 看她們講言多必失 對 然後我會選C是因為 我好像有看過有一張照片 好像是女王 然後對是拿著洋娃娃還是什麼 熊 那個什麼熊 對 小朋友 柏林頓熊 柏林頓 好像是這樣子 所以一堆人就送柏林頓熊 有可能 來 那個里長 里長 不太可能是不能玩大富翁的遊戲 是不是因為你也不玩對不對 因為我也不玩這樣 所以就選 就覺得 不太可能 猜的啦 來 國翔 我覺得B是滿合理的 應該是對的 因為他不想要讓內部太多的私人訊息曝光 不能收民眾禮物 因為我覺得這個有一個Bug 就是 他說的是王室成員 對 可能新聞媒體報導說 有送禮是送給女王 可能是放在她的棺木附近 這樣OK 但是送給王室成員應該是不行 OK 我們來看看到底哪一個是錯誤的 請看 1 2 3 必須要接受 來 結響 其實我是用刪去法 因為我覺得 皇室因為他們就很有錢 也應該不需要玩什麼大富翁 對啊 他們也不需要有房子 他們是大富翁 大富翁是個遊戲好不好 女王是英國唯一一個 可以開車不用駕照的人 女王是被允許犯罰的 犯罰的 因為她就是罰罰 是她的 而且女王去任何地方不用帶護照 因為是就是擺女王的名義 發護照給大家 所以她不用帶護照 你們如果有看英國的一個 立國的一個歷史 你就知道他們對於王這件事情 他推崇的角度 這個叫君主立憲的原因 後來我們還是覺得必須要有 人民大家這個以民主的角度 我們來做些什麼 但是王位的繼承人 他永遠就是王 這個也就延續到比如說荷蘭 日本 或者到日本 本來都是這樣 泰國也是 皇室 只要有皇室的 有皇室成員的 他們開車的時候 他都一定是右駕 右駕 對 想記就很好記 很怪 你說香港為什麼在右邊 英國統治 以前澳洲也是 澳洲也是 對 怎麼樣 黃軒醫師 這你不知道了吧 皇室醫師 我不會 所以你都在左邊 印度文化通訊週刊 Time Out 針對2022年全球最酷街道 做出評比 33條街道中 台灣有一條街 奪下亞洲第一名 全球第四名的殊榮 請問是哪一條街道 好 B 東門永康街 C 大稻城敵化街 A 是哪一條呢 1 2 3 請舉牌 應該要往國外的話 應該就是那一條 國外的長官 好 3 2 1 請亮答案 都有 C比較多 來 黃軒醫師 你已經在台灣居住了多久的時間 好久 可是我對西文町比較 獨有情宗 獨有情宗 到中去 所以我還是認為西文町是聚聚王 聚王的 聚你的 你個人最喜歡 來 三哥哥對台灣的了解 已經最深刻 大中店 不錯 蓋老闆 蓋老闆 年貨大街 大稻城有拍過電影嗎 有 有啊 就大稻城 就大稻城 然後敵化街就是辦年貨 賣一些年貨什麼的 感覺是C 因為A太那個 A太像全球嘛 西門町萬華比較多塗鴉 捆琴 那感覺世界各地 每一條路都有一些 那大稻城的敵化 就年貨大街 或整個那個煙火 感覺比較有特色 東門永康街呢 逸馨覺得是不是 妳們是牛肉麵 我覺得它那邊是有吃有玩的 所以應該是比較多觀光客 或是會在排名上面比較前面 純粹是我那三個地方 對永康街比較熟一點點 這些念書的時候住附近 對 所以就常在那邊吃東西 對 那到底是哪一個答案呢 請看鄭姐 還真的跟他所講的一樣 首次入榜就第四名了 有沒有 有很多特色 但其實全球 這樣有特色的街道還滿多的 對啊 還真的滿多的 很妙 那住在那邊很好 你看第四名 第二名是 澳洲墨爾本 格特魯德街 格特魯德街 也是剛剛所講的這特色 然後再來第三名是 蘇格蘭 格拉斯哥的大西部路 因為有古董店 啤酒廠 第一名 這個地方還去過 有殺手級的 對 找到共通點了 都要有賣酒 不然他去不去 賣吃的 吃喝都要有的 不只情侶會牽手睡覺 好可愛 就連海叻也會 好可愛 請問 海叻會牽手睡覺的原因是什麼 可以 這個可以 原因會不會更可愛 原因蠻可愛 原因很可愛 好 1 2 3 請亮答案 受不了 因為怕被衝散 對 怕被衝散 怕會飄走 他自己飄走 都是 安全感 安全感 怕溼水 取暖 就睡在海上了 因為他們應該是會 就是生活在比較寒冷的地方 正確解答就是 一群人牽在一起 好可愛 團結 對啊 怎麼會那麼可愛 可是那兩個人牽在一起 不是一起衝走嗎 一起飄自走 也有辦 對啊 起來的時候有辦 那是屠幕 要屠幕 沒有 要死一起死 這個也算是恐怖平衡 兩個人比較互飄 我要被飄走就拉一下妳 兩個互拉 有一點點那個意思 會互相Cover 好 下面一題請出題 英文是一個有趣的語言 用一樣的詞語 卻有著不同的意思 像是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意思 Sala days 是形容年少輕狂的日子 那請問 A finger in every pie 是形容一個人的個性 很怎麼樣 這個真的是 比較高難度的英文 應該就是很兇的意思 就牌 every pie 不好意思 A finger in every pie 一隻手指頭在每一個派上面 應該就 還是很故意 對啊 這個派裡面 好 一起來看看正解 不知道 有沒有人確認說 我這個答案就是答案的 不是瞎猜的 對啊 不是瞎猜的 全體 知道嗎 艾插手 艾雞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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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是嗎 來 那妳來解釋一下 我記得之前就背過這個 這個詞語 然後因為想像那個畫面 你每一個派 你每一個派都要用手去管 就是每個人的派 你都要用手去沾一下 是不是很管人家的閒事這樣子 所以應該就是多管閒事 原來就是別人要吃的 我也要吃一下 其實英文的文化比較沒有那麼 中文文化那麼深厚 譬如他們像有一個 後座駕駛 嘴巴有聽過嗎 後座駕駛 就是說老師要指指點點 人家怎麼做 慢一點 這個又有點他的意識存在 但他終究他的文字 他是用 好奇寶寶 我是覺得他很好奇 這是什麼草莓的 巧克力的 所以你好奇寶寶 你現在是為自己錯誤的答案 來說相似 對 正確解答就是 艾插手 好厲害 艾插手 沒錯 厲害 經營YouTube已經成為新趨勢 隨著創作者不同的訂閱人數 會有不一樣的獎勵 訂閱人數破10萬 會被授予白銀創作者獎牌 破100萬 會是塑精創作者獎牌 請問全球首位破億的瑞典YouTuber 是收到什麼樣式的獎牌 破億 誰 可以講 誰先 易鑫 誰先的 易鑫 是不是水晶 我記得我有看到這個 水晶 好像是水晶 破億 恭喜答對 不好說 他是Online Game的那個直播組 實況組 訂閱有1.111 這太扯了吧 太扯了 所以他送了一個水晶的獎作 紅寶石創作者 我們匪夷所思 但是同行業內 大家喜歡這些直播的人 就不足為奇了 因為他們就覺得 在那個世界裡面 這樣的人 就是他們的神 對 對不對 對啊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好不好 水晶 恭喜答對 太猛了 2千塊錢獎金對不對 這個很補喔 rip 拍子 髮 衝 可以 沒有 不